我叫高天雷 我今天講的故事叫小飛象 從前有一隻象 它叫小飛象 有很多人取笑它 因為它的耳朵很大 甚至可能會卡到耳朵 它就拿著耳朵在這裏 不斷地學阿飛 之後它就成為一個馬戲團明星 希望大金 好自小飛象 發揮自己的優點 多謝大家